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这些非专业的剧评里 不乏一些嘲讽之声 一群非专业的人 去点评专业导演 演员拍出来的上星大剧 简直是华天下之大鸡 可是我们的剧需要这样的人来评价了 可笑的是 除了不清不楚的点评之外 还有人议人之部剧会越来越糊 但是小编刚刚又刷到一条消息 蓝艳突击走出国门 即将在泰国上映 小编只想问一句所谓的剧评人 您脸疼吗 部分人对蓝艳突击的恶意 让小编想起当初的不说再见 同样是证据 同样是题材很好 积极向上的剧 当初被人全网黑 但外网上给出不说再见的评价 却是相当好的 让人不得不惋惜 不知道大家觉得蓝艳突击究竟如何 小编是真心觉得这部剧很优秀 追剧的时候每一针都不敢错过 只要错过 必须要回放 重新再看一遍 因为他讲的是我们身边人的故事 是我们的男朋友 大英雄的故事 李希成这个角色 真的是非常贴近现实的一个人物形象 他带着救火英雄的光环加入消防队伍 但他并没有因为光环的加持而事实顺利 个性李自傲自负 仗义豪气的一面 都是这个年纪男孩子会有的共性问题 导演没有因为李希成的男主光环而让他毫无缺点 而是让他带着缺点和观众见面 然后一次次的挫折里成长 剧里李希成和母亲的互动也让人非常喜欢 李希成是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男孩子 他第一次拒绝母亲安排的工作时 理由就很简单 怕自己长时间出差 没办法照顾母亲 他虽然调皮 但很孝顺 对于赵叔追求母亲的事 他也全力支持 作为儿子 他有让母亲头疼的调皮静 也有让母亲欣慰的孝顺卷 母亲张姐对儿子的态度也是一模一有 对儿子调皮撒的小谎看在眼里 却不挑明 两人之间的母子互动 是全剧最温暖的亮点 我们的英雄也是母亲的儿子 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要过 这才是真正的英雄模样 非常贴近现实 这部剧讲述的是消防员的故事 皮财很正 现在市场上大多数都是小甜剧 情情爱爱者居多 但实际上我们一直缺这样的证据 好剧 缺少这样能真正展现我们消防精神的正能量的电视剧 蓝焰图机真实还原了消防员的日常训练 强险 也还原了消防员脱下制服时男孩子的本来模样 这才能真正得到各个消防蓝威的点评和支持 很多消防蓝威借着蓝焰图机来向大家科普消防知识 蓝焰图机官方也主动向大家宣传消防安全常识 可以说它不仅是一部电视剧 更是一部有着深远意义的教育片 消防安全不是一句口号 是要我们是刻记在心里的警钟 时刻注意消防安全 不仅仅是为了减少消防员出现的频率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发生意外的时候 我们可以首先保护好自己 保护好身边的人 这部剧的弹幕里都不是有人宣传消防安全知识 在追剧的同时学到真正能够确保我们安全的常识 这是这部剧最大的价值 走进消防员了解他们的艰辛与不义 同时还能保护好自己 这样的剧有什么好喷的 这么好的一部剧 导演和演员顶着酷暑辗转各地取景拍摄 用最专业的水准去展现消防员的真实模样 结果却被一群非专业的剧评人员不停指摘 可笑吗 很可笑 那些虚假的剧评带着恶意的剧评 究竟是谁在评 为何评 我们不去追究 只想告诉大家 这部剧真的很优秀 不要被某一篇或者某几篇所谓的剧评所影响 蓝艳突击是上新剧 有着严格的审核标准 如果真的是一部烂剧 它怎么可能上新 现在我们真正缺的 就是蓝艳突击这样的好剧 大家一定要认真追剧 跟着大橙子学习消防安全知识 真不知道那些说蓝艳突击不好看的人 看到他走出国门 有没有觉得脸疼 蓝艳突击 收视长虹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